為在北捷王湖縣轉成通道旁的中校復興站微型商場 麵包店一早七點就開門 雙邊型店面讓轉成捷運的通勤族 不用出站 快速買了就走 很多通勤族在搭乘台北捷運時 都會看到有越來越多這種小型的麵包店 種類不多 但賣的都是大眾口味 你可以快速買了就走 相當便利 你好 我要結帳 你好 通勤族每天搭捷運沒有淡忘季之分 車站進出人流多 帶來商業吸引力 特色是坪數都不大 平均約六到十坪 營業時間能拉長跟著捷運走 光一家麵包店 單月就可以創造三百三十萬元的營收 早上會買它當早餐 尤其是外面有下雨的時候 但捷運站就離公司很近 這樣非常方便 我們是一個零站內跟零站外的一個形態 也就是說站內的人流的經過旅客 它可以很方便快速的購買麵包 那站外的旅客本來就可以購買 那我們觀察的一個結果就是站內跟站外的旅客 它的旅客大概是站內一比五 也就是說站內會多 站外是一比五 營業也相當是一點五的比例 那以這家的店面來講 它一個月的營業大概是三百三十萬 那也就是說站內的人流的貢獻會將提進到兩百萬的一個水準 北捷每天運量平均超過兩百萬人次 上午七點到十點和下午五點到八點 是全日運量的尖峰期 也是麵包店銷售速度最快的時段 北捷目前共有三座微型商場 以民生消費類型的店鋪居多 像是麵包包子及伴手禮 年營業額約一億元 其中麵包就佔了百分之四十 業者表示捷運店面的來客數 相較於一般店鋪多出了兩倍 一天能賣出近三千顆麵包 大概一天可以賣出大概三千顆左右的 這個所謂的大大小小的麵包 在捷運站裡面設點是一個 我覺得時代的趨勢吧 大家現在通勤越來越多 那我們這種民生的基本需求的 這種所謂的營業項目 它當然就會跟著人潮來走 所以這也是我們未來的一個發展趨勢 在拓點之後廠商的業額增加 那代表這個效益是有浮現的 民眾也接受到這個滿意的一個服務 我們大概還會持續的觀察 車站的一些空間 還有旅客的特性 然後來針對不同的需要 來推出不同的點位 還有那個麵包店的一個服務 台灣人愛吃麵包 四處都可以看見麵包店 但現在這塊白金大餅越來越多人來搶食 北捷目前共有三十二間麵包店 七家品牌分布在二十六個捷運車站 以台北車站五間最多 松江南京站和台北一零一世貿站 也分別各兩間 目前服務站點持續增加中 專家表示北捷強化車站商店不點 就是看準順手買商機 通勤族上下班經過時 有早餐點心及宵夜需求 很容易順便購買 在人流藥道旁設置簡易櫃位 能節省時間相當便利 捷運站的一個順手商機的操作 那通常來講的話就是說 捷運站它現在會去發想一些 怎麼樣能夠去增加自己本身的一些 業外的一些利潤 那所以這些微型商店 也就創造了捷運的一個微型商機 所以你會發現來講的話就是說 可能捷運站會有很多的一些 小的店舖 比如說麵包店 可能最顯著 就可以去創造業外的一些收入 這個就是所謂我們講的一種 微型商機 或者是一種順手買的一個商機 也就是說這些乘客 這些旅客 他在搭捷運的過程中間 他順手帶一帶麵包回去 或者是他順手買一杯茶飲料 捷運站有這些微型商店 也能夠創造他們的方便性 捷運不再只有通勤用途 從早餐 麵包 飲料店 到生活用品 店舖越來越多元 不斷伸出的店面 增加業外利潤 創造豐富和多元性 TVBS新聞黃冠韋德 彥宣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